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实时入者为 俊杰 以上呀是错误示范 中国人呀在给别人倒茶的时候 其实呢处处是为别人着想的 有句古话叫做 茶满妻人 也就是说招待朋友的时候呀 你这个茶不能倒的太满 因为呀这个茶呢很热 如果你倒的太满以后呀 首先容易烫手 其次容易撒 所以呀一般倒茶的时候 只倒七八分满 再有一个你给别人倒完茶了 茶虎嘴呀 不能够对着别人 这是表示赶人走的意思呀 是非常不礼貌的 而且呀这个虎嘴对着别人呢 煮沸时啊 喷出的蒸汽也很容易伤人 再然后呢就是喝茶的一些工具了 比如茶杯最出名的就是五大名谣 如官歌均定 而我呢也是茶声文句多 炫耀一下我新到的杯子哦 哎 一盒有五款杯子 五大摇 齐了 每一只呀 都是伺欲 非欲 看起来呀很典雅 喝茶的规矩呢 还是很多的 最重要的呢 还是互相谈事情 交朋友的时候 表达出互相尊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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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